好,我们在这一节课程中继续讲解第二章的第五节课程 我们看一下这一节课程中谈的是关于创意的批量撰写与模板的制作的技巧 在上一节课程中我们讲的是关于怎么去采集或者说怎么去挖掘我们竞争对手的创意 这一节课程中我们直接进入干货 我们不去讲它的概念 好,我们把PPT放大 这个就是叫创意随机生成器是我自己去编写去弄的 然后我们点开看一下怎么去采集怎么去编辑怎么去使用 这个的话看一下这个是它的使用说明 在这个位置是它的编辑的一些文本 我们在写创意的时候首先要在这个位置输入我们的模板 在这一块输入标题这一块输入我们的描述 这个的话是之前输入的一些描述 这是描述二 这是描述二 那么这一块录制完成 这一块输入完成之后 我们看一下关键词 关键词的话是推广计划 推广单元 关键词 匹配模式 访问网址 这是关键词的长度 我们在设置这个网址 在设置这些网址设置这些关键词的时候 其他的都不用动 这个关键词从哪一块来呢 我们先把这一块复制下来 把这块复制下来的话我们粘贴到这个位置 这个的表的话没有办法去使用的话 我们返回来在桌面上借一个 一个CL文本 然后把这个打开 我们要制作的格式的话就必须按照这个格式来 因为我们使用了其他格式的话会发生错误 首先在我们的推广客户端 点开推广客户端 在推广客户端里面 我们找到我们的关键词 然后点击登录这个位置 五六五五 然后点击验证 然后现在的话点击搜索推广 找到关键词层级 找到关键词层级 记住要找一类的关键词 我们找到这个是加瓦对不对 这个是加瓦 然后这个的话 这里面的关键词我们可以去找 还有这里面关键词我们可以去找 好我们看一下 这是什么 这是加瓦培训 我们找这个吧 空出一家 空出加一全血 然后我们粘贴到我们刚才打开的 Excel文本里面 也许的话会发生一个变化 粘贴过来 推广计划 你看这是关键词名称 这是匹配 是不是发生了一个变化 对吧 像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把我们的这个 粘贴来这里 或者是说 我们可以使用另外一个 这一块 看到吗 有一个导出跟导入 我们可以选择导出账户备份 也可以选择导出账户信息 这一块记住 这个位置 一定要全部打勾 然后选择全部保存到桌面上 它的格式的话是什么呢 是CSV格式 然后保存 这样的话我们导出来 导出来的数据的话 就有一个Excel 里面的一个网址 我们把它打开 我们打开看一下 是什么样的 现在的话正在打开 看到吗 它包括了什么 推广计划 那么这一块这些都用不到哈 然后推广大约留着 看到吗 关键词出价 然后我们找到什么 关键词的名称 这一块是关键词启用 关键词所属 关键词名称应该在这一列 然后我们把这一块有一个 关键词的名称 Country 点击这一列 然后按F5 选择定位条件 找到控制 然后把控制全部删掉 然后整行 然后这样的话 我们关键词就与这个是一样的了 你看到吗 是不是马上就可以出来了 然后关键词的所属这些 我们都不要哈 关键词的长度我们也不要 我们按到那个格式来 把这块删掉 那么这一块是创意的标题 关键词访问网址 然后把这块放大 然后这一块创意 这些不要啊 记住要找一类的 找一类的话 我们看一下这里面是不是推广大约 对吧 然后哪家好 哪家好 哪家好的话 我们找最长关键词 找最长关键词 来去匹配我们的创意 然后点击 在这一块 然后插入 然后在这一块 拉入一个等号 等号 LENB 这个的话 就是我们字符的输入 字符的寻找 然后点击 然后在这一块 放入后括号 把鼠标放到这个位置 OK 也就是这里面的字符的话 是十个 也就是十 双击这一块 然后再做这一块的一个排序 在哪里呢 在数据里面 有一个排序 从高到低 做一个降序 OK 我们要排的是哪一列呢 我们把这块拉大一点 排的是地列 好 选择地列 选择 我们反过一下 字符的话 发生变化 OK 然后选择排序 然后选择地列 然后选择的是降序 然后点击往下 这样的话 我们再把 壁列 空脆 这一块 然后这一块要做什么处理呢 然后有一个删除重复项 选中 我们删除的是哪一列呢 删除的是壁列的重复项 这样我们最长挂接词 就已经找出来了 OK 找出来了吧 这个比较方便 这个比较方便 然后这一块找出来之后 把我们刚才的那个格式 复制沾填到 按照这个格式来 按照这个格式来 沾填到这里面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就OK啊 然后创意的生成 我们在创意生成的时候 我们记住这一块有个数字 要去修改一下 标题 这一块我们选择序号是什么 1到12 那么我们在创意随机生成器 这里面就要输入12 如果我们这里面输入 它的标题比较多 选择到下面了 那么我们在这个位置 就要重新输入一下 在这个位置 输入一下十几 十三 或者是15 然后包括描述2 描述1 这些都是一样的 在这一块 看到这个序号是几吗 是5 对吧 这个的话 假设你这一块描述2 我们输入到了6 那么你在设置创意随机生成器这一块 这一块就要输入6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不这样弄的话 会出些空格 那么最长挂戒词 是不是在这里面输入出来 对吧 然后复制粘贴 剩下的就是批量复制粘贴 复制粘贴的时候 这个模板的话 发生了一点变动 我们在粘贴 我们创意的时候选中 在创意里面选择批量更新 或者是增加 粘贴 粘贴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一下 估计会有些错误 这是什么 创意的标题 那这个是推广计划 那么我们就从描述1开始复制 描述1在哪里呢 标题这一块 然后复制这一块 然后复制完成 复制完成的话 我们粘贴些清空 看到了吗 这是什么 这是它的标题 描述2 默认访问网址 全部设备 然后点击下一页 然后新增23条充译 是不是很快 对吧 这个的话是一个办法 我们看一下 还有一个办法 是什么呢 还有一个办法 好 我们把PPT放大 还有一个办法 就是说 批量 制作 批量制作 批量制作的 这个的话是在哪一块 我们点击看一下 这个是另外一个工具 这个工具的话 我们使用的话 我建议你们去使用这个 我们把这些个杀的删掉 好 点击双击 由于这个文件比较大 不是这个 下一个 这个 好 这个是批量模板 批量模板的话 你看到吗 有模板一 模板二 模板三 模板四 模板五 因为我们每个推广单元 里面要找最长关键词 里面的最长关键词 就我们在前面讲过 对吧 然后粘贴到这个位置 最长关键词里面的推广计划 推广单元 关键词 粘贴到这个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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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是关键词 这是关键词 我们可以 这个是单增加模板的 然后把我们刚才所设置的 那个的话 粘贴到这个位置 推广计划推广单元 我们只要推广计划 推广单元 推广刮接词 粘贴到这里 每个推广单元里面的 最长刮接词 那么我们就不去重复的 也是了 对吧 然后粘贴到这一块 在这个位置输入你的网址 这一块是移动访问网址 你看 这是PC的 这是移动的 这才是移动的 这是移动写词 一个是移动访问 一个是写词网址 一个是移动的 一共是PC的 就他们四个 就他们四个 在这个位置输入我们的网址 输入我们的网址 输入我们的网址 那么模板的话 我们需要重新去制作 我们的模板重新去制作 是什么去制作呢 我们打开这个位置 然后在这一块 创意 创意的什么标题 然后是地链 描述一 描述一 然后是描述二 描述二 就按照这种格式 描述一 描述二 然后剩下的就是什么 复制 复制的话 我们粘贴到哪个位置呢 这个位置 粘贴 看到吗 是不是马上就发生了变化 那么在右侧这些的话 都是它的描述一 描述 我们只要这样一发生变化了 那么剩下的就是复制 复制哪里呢 复制这个位置 到全部设备这里 这个会吧 这个会吧 这个要模板来去套的 然后复制 看到了吗 复制 复制的话 从这个位置啊 从这个位置复制 复制的话 粘贴到哪里呢 这里是什么 描述一 推广计划 推广大员 推广 这一块才是啊 从这个位置 C列 C列 OK 描述一 描述二 我看一下 对的 就从这一块了 就从这一块了 复制 复制的话 我们粘贴到这个位置 还是我们跟我们刚才的粘贴方法是一样的 通过这一块 批量去上传 看到了吗 标题 描述 描述一 描述二 描述二的话 我们只是写了这个 然后默认访问网址 然后是什么 默认 写示网址 然后是一个移动访问网址 移动写示网址 启用 全部设备 完成之后 点击上传 看到了吗 一下子16个 一分钟的时间 几分钟的时间 直接就会搞16个创意 你想想 速度有多快 一天早上 你可以整上千条创意都可以的 如果有一些 说我想去制作一个模板 模板怎么去制作 然后我们打开Excel 我们把之前的这些全部删掉 然后在桌面上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批量创意的模板 选择 选择 你看 如果我们选择的是这一块 看到了吗 选中的是这一块 那么我们在粘贴的时候 那么所有的 就粘贴到这里面了 每打一个勾 记住 你不要全部打勾 当我们全部打勾的时候 会出些错误的 会出些错误的 看到了吗 这一块的话 它也有它的一个说明 这一块也有它的说明 我们再来看一下 可以选择 在这个位置 缺血 缺血的话 我们所有的推广大员 都已经发生变化 还有一种方式的话 是什么呢 是使用通过这一块去选择上传 选择上传 上传的格式的话 记住 是CSV格式 它不是其他格式 CSV格式的话 也就是我们经常从百度 推广后台这一块 导出的那个文本的话 就是CSV格式 知道吧 CSV格式 我们使用创意可以批量 那么刮接词 是不是完全可以批量 那么推广大员 是不是也是可以批量 推广大员选中 一般默认的话 是第一格式被打勾的 我们看一下 还有其他的吗 这些都是可以去批量 模板制作 模板制作 模板制作的话 你可以去制作 也可以不去制作 制作出来的话 你要按照这个格式来 我们在 我们刚才在复制创意的时候 看到了吧 它不包含哪些内容 它又包含哪些内容 创意的标题 描述一描述二 按照这种格式 按照这种格式 那么现在的话 为了怕出些错误 我们在使用这个模板的时候 使用这个模板的时候 我们都没有去使用那个啊 我们把它再次打开 没有把整个页面都把它复制的 我们只从C列 C列这一块去复制 我们都是只从C列去复制 好 我们看一下下一个PPT 下一个PPT 那么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啊 模板的制作 P列模板的制作 好了 那么关于这一节课程的一个内容 我们就讲到这里 那么下一节课程中 我们继续讲解 好 希望对你有用 感谢休息 拜拜